其實我才買兩間的時候 就網友說我在炒房了 我想說啊兩間就炒房 你太容易就炒房了吧 我現在四間 但其實我這四間的錢加起來 可能是一般人的廁所的錢而已 不敢相信 雙胞胎佩佩 曼谷狂騷小豪宅 一個月買四間 台北只買得起廁所 這一切禮服的手工很精細 會讓你穿起來很出色喔 大家好 我們是雙胞胎 我是姐姐依依 我是妹妹佩佩 你好 演藝圈最美雙胞胎 依依佩佩 姐妹倆經營韓式婚紗店 創業獲得好口碑 而妹妹佩佩 今年四月去泰國曼谷買房 短短一個月就狂掃四間小套房 瞬間晉升最美包租婆 歡迎包裡我家 走的是輕奢華時尚的度假式小公寓 現在台灣好像還沒有很多人在泰國買房子 所以我把這件事情 就是回來台灣跟大家分享 只有沒想到就上了新聞 每個親友都一直問我 我就一天之內接到了好多通的電話 就是一直跟他們解釋說 為什麼要在泰國買房子怎樣怎樣的 我就發現哇大家好有興趣喔 原來大家其實可能疫情這段時間 存了很多的錢 不知道要去哪裡花 所以大家都想說哇原來開國的房子這麼便宜 然後他們也都很有興趣去買 然後我就想說那不然我就乾脆成一個社團 那天接了三十幾棟電話 我的心都啞了 從零人變成兩千多人 現在快三千人了 我就想說哇 大家都說好有錢喔 嗯 其實我才買兩千的時候 就網友說我在炒房了 我想說啊 兩千就炒房 你太容易就炒房了吧 我現在四間 但其實我這四間的錢加起來 只有一般台北人的廁所的錢而已 不敢相信 我在他們有一個站叫 埃克馬那一站 我看到一個小豪宅 它是 兩房到三房 我想說可能會三四千萬吧 騙見人家是這麼漂亮的地方 結果沒想到 也才七百萬到兩千萬左右而已 然後我看那一堆就七百萬 結果可以入手了 因為泰國的政府 他們其實嚴禁炒房 他們限定外國人只能有 百分之四十九%以內的那個評數 那五十一%以上 五十一%以內 必須是泰國人自己使用 其實我覺得可以當作是 避險 或是當作是度假 或是當作純潛的一種方式 他們的公社都是那種 無限界游泳池 然後大廳超大 或者是你的健身房是 整個落地窗 然後是看著湄公盒之類的 或者是看著整個市區 就是它的view是那種七星級的 好漂亮 泰國買的房子 那個是城屋 然後我就介紹給大家說 這是我家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那個影片好像才 一分鐘半 然後點閱率就有到七十幾萬 所以後來那個泰國電商看到的時候 就覺得說 哇原來台灣有這樣的一個人 然後他買了泰國房子 所以他們就跨海 就是聯絡到我 問我說可能你跟他們有過代表 今天讓你們知道 什麼叫做有錢人啊 什麼叫做有錢人啊